是这样的的 我们的甲胰碱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自身免疫性甲胰腺疾病 就比如说乔本甲胰腺炎 导致了甲胰腺功能的低下 那么对于这些病人 他由于甲胰腺绿泡细胞的破坏 他不能够合成足够水平的甲胰腺激素 他就需要终身的服用左旋甲胰腺疏纳 来进行补充或者是替代治疗 但是有一些患者 他的甲胰是一过性的 那么通过短时间的补充 他将来可以不用长期的服用 那么至于他是一过性的甲胰腺功能低下 还是持续性的加强